嗨 我是各位老闆 自己要講男生怎麼養小三啊 有很多出軌男的現身說法喔 這集就是從男生朋友啊 男粉絲啊 出軌男真實的案例綜合起來的提醒 他們提醒男生喔 如果沒有足夠的智慧啊 沒有足夠的經濟啊 真的不要以為自己玩得起啦 嗯?這是什麼意思啊? 如果喜歡影片也歡迎訂閱 也可以加入會員喔 他們不約而同的提出了下列提醒 各位男性可以參考一下 養小三之前參考一下 啊女生如果很怕以後 你們的婚姻會被小三闖入的 其實你也可以借這集了解一下 男人在養小三的時候會發生哪些事 第一他們說 女生不會願意一直當小三的啦 嗯? 很多有小三經驗的男生都說 剛開始啊他們都是願意當小三的 都會說 沒關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好了 我知道你有老婆但是我不介意 都會是從這樣開始的 因為要偷偷約會嘛 然後什麼都要偷偷來嘛 然後也沒關係這樣子 而且會全力配合你這樣說謊啊 什麼配合你的行程啊什麼的 好聽到這裡 男生都會覺得很美滿 因為家裡有個老婆啊 幫我帶小孩啊 多麼幸福美滿啊 一個在外面完全配合你偷偷來的女友 多爽啊 爽啊 對啊 因為他知道你有老婆所以他也不會跟你吵啊 然後他又願意配合你說 今天你老婆那個啊那我先掛掉 然後什麼 完全配合你是不是很爽 對男生會覺得這個想其人之福真的是太棒 太美滿 好出軌男說告訴你們 這只是一開始了 後面這些女生就開始不願意這樣了 為什麼啊 我覺得有可能因為女生就是太喜歡他 想說我先把你騙到手 喔用這樣騙到手 對之後再慢慢攻陷說 就是讓我變成正攻這樣 喔 就是實習生後面要轉正就對了 對 所以實習生的時候都會表現得很好 很有積極度配合度 轉正之後就不一樣這樣 對 所以先這樣子騙他 然後後面就開始爭風吃醋囉 好其實就是剛開始還在曖昧啊 然後剛交往的時候 其實也會有那種男友濾鏡啊 也會覺得喔沒關係我都可以 我只想要跟你站一起 而且啊對女生來說 他會願意當小三 一定也是這個男生的 不論是經濟啊 或者是說他的外型啊 然後各方面的條件都還不錯 應該大部分都是優於平常 這個女生可以交到的男朋友的水平 他常會願意說那我先當小三嘛 不然剛開始就看不像 會看上一定都是那種 喔我真的捨不得放棄這種條件 那可是他老婆 哎呀不然好啦先在一起好了 再說 對一定都是先這樣嘛 所以他會剛開始先寧願 當小三先爭取在一起的機會嘛 後來交往到一定的熟悉度囉 就會開始爭風吃醋 開始不想要指示小三了 對吧因為熟了嘛 對就要的更多了 所以這個時候男生就開始覺得很煩了 那女生也請你們思考 如果是你遇到這種狀況 你有辦法真的當小三一輩子嗎 還是你到後面真的也會覺得 為什麼我要一直當小三 為什麼我要一直忍氣吞聲 對會嘛 尤其你們很熟了之後嘛 一兩年或一年 很熟了之後一定會覺得 不是我覺得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什麼的 嗯 這句話很恐怖 男生就會 嗯 什麼你怎麼變了這樣子 第二千萬不要騙說跟老婆不好 嗯 他們為什麼會這樣提醒呢 根據這些男生提供的實力 通常男生為了要跟小三在一起 都會跟小三說 啊我就跟我老婆感情不好啊 嗯 我們根本就沒有性生活啊 我回家根本也沒在講話啊 根本就不想鳥他啊 如果不是為了小孩 我才不想回家咧 大部分都會這樣跟小三講 嗯 那小三聽到這些都會很高興啊 就會想說 哦就表示你愛的是我耶 我才是你的唯一啊 因為你跟你老婆又沒有愛 還有一句話 在感情的世界裡不被愛的才是小三 啊 對 對不對 小三會覺得 嗯 我才是你愛的人呢 對不對 他反而還覺得是正攻卡住了我們 對 所以他就會覺得你老婆根本不算什麼 因為你不愛他 好 那你以為這樣就搞定了嗎 就幸福美滿了嗎 好 就因為你這樣講 所以小三後面可能就會開始檢查你 那你不是說你們沒有性生活 每天都要大戰三百回合 哈哈哈哈 他要炸乾你是不是 因為你說你沒有嘛 那我們就可以 三百回合 哈哈哈哈 太多了啦 然後如果你不OK或是玩具的時候 他是不是會說 你是不是這裡拜託你老婆怎樣怎樣怎樣 好可怕喔 就來算次數了 好 怎麼share的部分了 好對不對 因為你自己說你跟他沒有性生活 好 啊有時候恐怖的就是 你跟他說你沒有性生活 結果你老婆懷第二胎 啊 啊有耶 啊你不是說你沒有性生活 啊為什麼你老婆又懷孕 呵呵呵 就會 小三就會開始覺得你都騙他有沒有 好 或者是他會說 你真的跟他不好嗎 那為什麼你還帶他去過生日 切蛋糕你還帶他出國 我看到你們還有去公園玩耶 什麼什麼 他會覺得你不是跟他不好嗎 那為什麼你們看起來又很相愛的樣子 就開始有的沒的囉 啊實際上可能其實這個男生跟老婆明明就好好的嘛 嗯 就沒那麼不好 可是會故意跟你說不好 可能還會被逼離婚 對對對 因為你就是哭了這條路 對啊 啊你不是跟他不好 啊你要一直跟你外人在一起嘛 啊小孩現在多大呢 應該也可以理了吧 他就開始逼你離婚囉 這下你就開始很麻煩了 所以 這些出軌男子提醒一下啦 就是最好是不要用這招啦 後面都是自食惡果啦 好第三 什麼時候應該開始跟小三斷 就是 他跟你老婆開始計較的時候 很多的案例都顯示哦 剛開始小三都不計較哦 都只求跟你在一起就好 後面就開始囉 為什麼你有送老婆什麼 然後沒有送我 為什麼呢 什麼聖誕節的時候 你是陪他 不是陪我 為什麼你帶他出國玩 我沒有 啊我就只能在那邊一直等你 偷偷約會 我見不得人嗎 欸剛開始不是都OK嗎 對 全力配合嗎 就是開始比東比西的 然後你知道嗎 很多男生真的是很笨 他教小三還笨到 把老婆的IG 或老婆是誰都讓小三知道 以至於小三整天就在看正公的IG 你們又去哪裡 又去哪裡 就出國又買什麼給他 然後就開始跟你要東西 為什麼他有這個我沒有 你昨天送他這個那我也要 啊你不是帶他去哪裡 為什麼沒帶我去 哦就開始囉 這真的是奉勸人生 不要蠢到讓兩個女人 陷入這種競爭 你真的是 你完蛋了你 你本來想要享受奇人之福 結果是兩個 來爭寵 超高死你 對啊 為什麼很多男生都會把正公的身份 或是IG給小三看呢 就剛開始其實都只是聊天的話題 因為你們不知道聊什麼嘛 你們可能也沒有共同的朋友圈 因為你也不能讓他認識你朋友 然後你各方面可能也 比如說你的職場 可能未必也想要讓他碰 以免他跑去公司鬧事 或被你們公司知道 所以朋友圈就很狹窄 於是不小心就開始 聊自己的老婆或家庭小孩 然後因為小三也通常會問 啊那你 你老婆不好哦 那你們是怎樣認識的 是不是 就開始會聊這些 然後不小心 好IG臉書就給他看了 然後小三為了更了解你 就會透過看正公的IG啊 社群啊 來瞭解他的男人 開小帳號 或者是開小帳號去看嘛 好完蛋了 前面剛開始只是 你跟小三聊天約會的話題而已 或甚至是故意罵老婆 嫌老婆 讓他開心嘛 好 後面小三就拿來威脅你 你要是不怎樣怎樣怎樣 那我就失去你老婆 有 好可怕哦 因為你讓他有了一個管道 可以跟你老婆聯絡耶 你傻傻的啊你 對啊 這下關係就反轉 你被威脅了 對 因為剛開始本來是你供養小三嘛 所以你可以得到 你要的什麼情緒價值啊 你可以得到性關係啊 你可以得到陪伴啊 你可以得到與取與求啊 啊現在咧 小三掐著你的脖子囉 小三掐著你囉 開始他對你要這個要那個 不然就告訴你老婆 好可怕哦 嗯 慘耶 這段關係再也不是由你控制了 是控的 是的 所以通常這種恐怖平衡就維持不了多久 因為這種被威脅的感覺 其實通常一定心理很不好受 你會開始從 是我控制你 然後我想要給你什麼而得到什麼 的這樣的關係變成是 你一直威脅我 不給你什麼 你就要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男生也會開始覺得 沒有那麼好玩了 沒有那麼配合了嘛 談個小戀愛而已 現在被控制了 他可能本來只是想放鬆 對嘛 本來只是想放鬆的一個小娛樂 沒想到你來真的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沙的臉啊 哈哈哈哈 這樣難這樣難 好 對小三會越來越愛不下去 嗯 好最後你就可能有點沒知沒味了嘛 也會開始想分手 可是 又不敢分手 分不了 因為如果我跟你分手 你就會去跟我老婆講 毀了 好看喔 你現在卡在那裡了 所以爽沒有多久嘛是不是 對啊 很多男生都是這樣嘛 就玩火嘛 愛玩嘛 就燒死自己了呀 對 所以有沒有發現 要出軌 要養小三 要搞定這個三人型的關係 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不容易耶 我們之前講過那個 經濟上的不容易 但是這一集跟你講的是 擺平這種關係跟心理狀態的不容易 這更不容易 對 所以再回到我們剛剛開頭講的 為什麼出軌難會說 你沒有一定的心靈 你沒有一定的強大 你沒有一定的經濟 不要以為你玩得起 沒有這麼好玩啦 後面玩到最後都玩火自焚啦 好 但如果真的是不小心這樣出事一次 然後後面老婆願意原諒你 然後你也發現 好啦 真的是也沒那麼好玩啦 好啊 也沒有那麼好控制啦 沒那麼爽的事啊 於是你開始懂得 珍惜你的老婆家庭小孩 覺得說 關係還是單純一點好 好的話 那好像也沒有不好啦 因為不經一事不講一致 好 希望大家婚姻美滿 小三推散啦 如果喜歡影片 歡迎訂閱 也可以加入會員喔